中国始终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面对各国在数据安全上的共同关切 我们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为制定全球数字安全规则来提供借鉴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 中方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宣布富有雄心的双碳目标 推动落实巴黎协定 植树造林占到了全球人工造林的四分之一 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付出了不懈努力 面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 今年以来 我们已经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1.5万多吨的紧急人道粮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